Hello 我是FANICE FOUR的LICOLE 今天教大家做紫粉色的母親子花束包裝 材料有紫粉色的母王鵝 淺粉色的小丁康乃馨 雙色康乃馨的大丁 有兩款色彩 還有桃紅色的水仙白盒 以螺旋腳的花束排列法 把五種花材排列成半圓形的花束 因為小丁是一頭多枝 我們要把一些比較短的花徑拔走 而毛毛鵝也是一頭多枝 所以要把它分開做一枝枝排列 因為今次的色彩配搭就是以紫紅粉色 作為主色 你看到我最深色有一個紫的康乃馨 而最淺色有一個比較夢幻的粉紅色 因為這五種花材之中有四種花材 這五種花的難度應該比較低 只需要把花排列成半圓形就可以了 在淺色的小丁 可以為這花束增加間隔感 不用看上去全部都是桃紅紫紅的感覺 我現在開始紮到整個半圓形的球體了 這時候只需要把旁邊的胸隙再填滿一些花材就可以了 我們用膠紙 封住虎口位 再補多一張膠紙 一定要拉行膠紙封住 而且你會看到一個很漂亮的螺旋腳 我們鑊兩個手掌位之後就剪齊花腳 預備一張玻璃紙和廚房紙 把廚房紙包上花腳 然後把玻璃紙包上來 作用膠紙封一封 我們再倒些水進去 作用就是補水 廚房紙濕了少許水後 再用一張膠紙 這次是拉橫地封緊 讓它不要漏水 預備兩張60x60cm的雙色花紙 斜角對摺 把花束放上去 然後把花紙圍著花束包成圓形 另一張都是斜角對摺 再把它包上來 讓花束的每一邊都會有一個角 再用多一張花紙 這次是由底部包上來 目的遮蓋花腳和廚房紙 四隻角這樣摺上來 摺上來之後 花紙也要先調整一下位置 然後用一個綠色鐵線 把它綁緊 綁緊之後 就好像扭螺絲把它 扭緊 然後再綁上這個 灰白色相隔的蝴蝶結 這個花束就完成了 你也快點來試做一下 然後再綁緊 再綁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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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予塗 坐在一起 前面 隔禮 爛 隔禮 卡 蓋 這個 走